我们现在来模拟一下我们以后的考题可能怎么出 现在你知道了水溶性跟子溶性的养分如何吸收及运输的路径 如果题目这样问你 有一个人他脑身病了 他脑残了 脑身病了 那治疗他 还好这个病已经有药物了 这个药还不用打针哦 用吃的就可以 但是很特别的是这个药物是子溶性的 而且他一开始是没有疗效的 你必须吸收这个子溶性药物之后 现在肝脏把它代谢成有活性的药 然后才能到脑中去作用来治疗你的患部 问题一 从你吃了这个药吸收它之后 到最后这个药变成有功能的药物到脑中去治病 请问各经过心脏跟经过肺各几次 好我们来玩玩看 来咯开始 模拟一下 首先我们的小肠的那个乳米管 吸收这个子溶性药物 汇入到胸管 由左手五下静脉经上降静脉回心 心道 回到心之后呢 就会跑到肺循环 就是右心房到右心室到肺动脉 一定会到肺 所以肺一次 肺回来之后就回到心脏 又回到心 然后再由主动脉打出去 经由肝动脉到肝脏去代谢 此时这个药有活性了 再由干净脉再回到右心房再回心 一回心又要去肺一张再回心 这时候就可以打到脑去了 由主动脉打到脑部去 好 因为它作用在脑部 所以答案是经过心四次 经过肺两次 这一题是这个题组的第一题 算是简单 第一题一定要最简单 不然大家就不想写了 第二题 请依序列出这个路径 经过的血管 心房心室 及半魔的名称 这一题十分 每错一个扣一分 扣满为止 天儿啊 管你的 我就是要得分 来吧 那为了表达方便呢 我先把一些关键先写上去 因为我自己有时候会搞混 这边是右边 这边是左边 然后动脉叫半月半 心脏左二右三 所以这边是三肩 我刚才写在这里 这样我就不忘记了 然后这边是 左边嘛 左是二肩 好来咯 我们来玩玩看 念一下 小肠绒毛吸收之后 由胸管会入左手骨下肌脉 由上腔肌脉回到右心房 经由三肩半到右心室 经由右半月半到肺 由肺肌脉回到了右心房 再经由二肩半到右心室 再经由左半月半到了主动脉 我看我念错 这是左边 好 左边 所以应该是左心房 经由二肩半到左心室 然后由左半月半离开到主动脉 主动脉就汇入肝动脉 汇入肝脏 代谢 由肝肌脉 经由下腔肌脉 回到右心房 再穿过三肩半到右心室 再经由右半月半到肺 然后肺再经由肺微血管 肺肌脉 由肺肌脉汇入了左心房 左心房经由二肩半到左心室 再打出去经由左半月半到主动脉 主动脉有一支叫脑动脉到脑去作用 结束 好 以上这是 这个题目这样问你 好 大家 如果这个题目改了 越搞越复杂 我现在把它鼻鼻变粗 这样可以做区分了 就是 如果这个药物呢 不是脂溶性 而是水溶性呢 而是水溶性呢 大家更简单 我们来玩一次 我换个颜色 恶心粉红先生 如果它是水溶性呢 我们要心跟肺再一次 好 首先 小肠吸收水溶性的药物 由微血管运输到肝门静脉 由肝脏 到肝了 经过肝脏的代谢 这个药有活性了 由肝静脉 会入下降静脉 回到心脏 回到心脏一次 然后到心脏就要肺一次 再回到心 到肺 再到心 倒出去 直接到脑去 结束 路径更短 因为水溶性两份 离开了小肠 会先到肝脏去 所以反而水溶性两份的题目 更简单 路径更短 所以是经过心脏两次 经过肺一次 就完成你要的要求了 好 那这个补充题目 就说到这了